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农小贾,我又来了 现在是中午的12点半啊 今天这个天非常给力啊,是一个阴天的状态 然后温度回降了 天很好啊,对咱们的花来说不是那么的晒啊 而且啊,对吧,人体感觉很舒服啊 20度的样子,20度的样子 今天目前的这个生意状况呢 还算是可以,老爸啊 早上我们到了两车货,啪啪啪一卖啊 老爸就回去了 现在呢,老爸又回去拉了一车 马上就该到了啊 诶,淡逛,可以的 看看咱们的摊儿,现在还没有收拾啊,朋友们 为什么那棵放倒了呢 诶,就是为了给朋友们看一看这棵树 它的帽啊,有多好 明明咱们到了五棵树的啊 咱们卖了四棵 可以不,大树啊,卖了四棵了 这是咱们对吧,摊儿的现状 还行啊,可以的,朋友们 来吧,朋友们,上上眼 瞅瞅这花朵的数量是不是 这个帽,对不对 诶,这还是五棵当中挑剩下的一棵啊 整体的看一下怎么样 这这倒着的啊,所以说它往一边偏的,朋友们 大花的啊,漂亮吗 你看这朵开败了,大花的啊 怎么样 诶,这就是它后边啊 它的主枝干跟副枝干,对不对 看它的枝条,岔子 诶,就是不错啊,就是不错 就剩的这一棵,那它的高度有多高呢 朋友们,那小展现在站起来啊 诶,来吧,瞅瞅 2米2啊,2米2的高度 诶,这棵怎么样,是不是很棒 的确很棒啊 所以说呢,这个咱能卖出去 诶,挣点这个 其实啊,朋友们 咱们早上到那五棵当中 有那么两棵啊 黄色的巨香啊 那个香的程度 诶,昨天咱们去那个 另一个种乐器那里 去挑这五棵树的时候还真没有注意的闻啊 然后突然间今天早上一系车一闻的时候 哦,是吧 那个味道,诶,非常棒啊 非常棒,然后对吧 自然也是,对吧 诶,卖得不错啊 所以说这五棵树卖出去四棵 诶,咱们,对吧 赚个差价,这就赚到手了 嘿嘿嘿 诶,我刚吃完饭啊 朋友们,瞅瞅 老爸这车又来了 咱们现在看一看这车拉的 诶,又是满满的一车 瞅瞅 这边就是大颗的啊,大颗的 瞅瞅这大单顶,这颜色,对吧 然后里边又是小颗的啊 里边小颗的 不错不错不错 卸车卸车 它还没收拾呢 还得稍微收拾一下 要不然的话 这万一卸不下了,对吧 现在时间啊,是下午的三点二十一分 对吧 然后这个小颗车上呢 这个是人家挑出来的 咱们这一车拉了三百多盆 三四百盆啊 你看卸完之后 跟没卸没什么区别吗 是吧 卸着卖着卸着卖着就这 对不对 哎,还是啊 还是不够 但是今天结束了啊 今天就这一车结束了 因为现在都三点 马上三点半了 对吧 不拉了 不拉了 小奖呢 没有咱们刚开始来市场卖花的时候 那几天有干劲了啊 为什么呢 因为的确累啊 朋友们的确很累 你看小奖刚开始来市场的时候 只要他们学货 立马就补货啊 甭管是几点 所以说刚开始那有一个礼拜左右啊 咱们每天都忙到一点 甚至两点啊 然后早五点多起床 天天如此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 刚开始卖花的时候 有激情啊 是吧 啊,积攒了半年的对吧 可算是见回头墙了 是不是 然后就啊 没班没夜的 哎,补货 卖货 补货啊 然后到 以至于到现在对吧 真累啊 朋友们 所以说晚上呢 咱们也就不卸货了 咱们 而且咱们现在递的货呢 对不对 开花的 开大花的也越来越少 所以说呢 慢慢卖吧 是吧 嗯 白天卖个对吧 三车就可以了 平均下来 白天三车啊 就可以了 不那么累了 太累 晚上卸货 真的是 朋友们 受不了 受不了 来吧 朋友们 让朋友们看看 咱们后面这些 小树 对不对 马上咱们就该 往回拉了 这批树 咱们回家换一批 虽然说这些树 对不对 脑袋不少 但是它 花已经 对吧 开大了 然后又经过 风吹日晒的 你看这花 是不是都旧了啊 所以说咱们要换一批 本打算 咱们后面那些小树呢 咱们便宜卖的啊 但是压根就没人问 是吧 因为它的确不好看了 的确不好看 花开大了 然后风吹日晒的 花瓣 有的甚至都 卷边了 交边了 所以说呢 咱们拉回去 把地里那些 跳点好的 跳点好的过来 因为地里那些花 开着一眼啊 开着一眼 咱们拉回来换一批 然后顺便把 咱们 咱们 其他种月季的 那个 对吧 种植库手里呢 咱们去拿一点 他们的好东西 咱们没有的那些 比如说大树 对吧 咱们拉过来 搁咱们摊上去卖 赚一点 差价 然后就是这样 咱们的小月季 别看小月季 咱们透色的啊 这几家少 但是啊 现在的季节合适 一天一个样啊 朋友们 你看今天 它还是小包状态 明天就能开这么大 所以说呢 只要一浇水 来人了 哎 行 我们要搞定一份 不对 搞定两份啊 然后 老爸也挺累的 其实老爸也挺累 在市场真的也挺累的 老爸来回送货啊 来回 对 推那个推车 来回送货 然后小蒋呢 来回就是 磨嘴皮子啊 就是谈生意嘛 是吧 嗯 一千天的 这头发又该剃了 朋友们 头发该剃了 哎 哎 送朋友们 一朵 哎 没月季花 是不是 蛇枝条的 这还有呢 送朋友们 又一朵 月季花 嘿嘿 嘿嘿 嗯 哎 天天都有蛇的啊 天天都有蛇的 嗨